《南昌起义》 不过其中的人物却值得一说,贺龙是这次起义军的总指挥,而后来的元帅中,比如林帅此时,却是一个小小的排长,诸多将领此时都是一个普通的基层指挥员。 贺龙在红军时期是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,是当时三大处立部队之一,在我军中的发言权是不一般的。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,贺龙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,他成为八路军师师长,在贺龙担任师师长,七间部队的发展也是不仅仁义, 与其他两个时相比之下战绩一番,发展也比较缓慢。 到了1942年,贺龙就不再担任师长一职,而是被调回延安担任赏甘明晋隋联防军司令员一职,成为一个贤富状态的人,彻底告别了一线指挥。 建国后贺龙也是销声灭迹一般消失在大众的事业中,他先后担任过西南军区司令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,还有后来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职,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个职位似乎也成为他的主要职务。 其原因无非与林的关系十分僵硬导致,建国后从1950年开始中央就决定开始准备授贤的工作,这是对一代军人的肯定和勉励,因为从经过长时间,这准备加之抗美援朝战争的耽误,原本显于1953年实行授贤,但是由于种种原因,再次被推迟至1955年。 而这次预队授贤的名单当时已经告知不少人,但是出于纪律一直没人敢吐露半个字,只有一切豪爽贺隆不经意间提起过一次。 1953年10月,贺隆率中国人民赴朝会问团到朝鲜会问,于10月30日到志愿军王立成兵团视察,贺隆在讲话过程中说了这样一段,不瞒同志们说, 军委以内定我为一名元帅的,我知道,这元帅前世党和毛主席给我的荣誉和勉励,也是无数战友和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。 他语重心长地说,请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,从北伐到长征,从抗日到解放战争,直到这次抗美援朝,有多少好同志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。 朝鲜土地又埋了多少好战友的忠股,他们,我们应该给他们定个什么级,定个什么线呢? 从这段话中不难得知贺隆就是元帅名单中的一位,虽说他的战功不如其他元帅的显赫, 但是他的地位和身份在党内无论如何,都是一位元老及资格的战将,因此元帅军衔是必不可少的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